制裁所謂的二十八成紀元 所以排氣力願意花那麼多錢 所以這個只是因為某個原因存在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不可辨識 為什麼願意花這麼多錢 有一些沒有辦法把它數量化 或者是所謂的具體化的原因 所以我們通通就把它叫做不可辨識 它願意花這麼多的錢出去 是因為它比如說像我剛剛舉的 這個例子就是台積電想要趕快開始投產 所謂的或試產二十八成紀元 所以它就可以利用世界限制現有的一些設備 就可以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願意花比較多錢 你的中間還有很多的協商 因為你如果那個錢花這個 你大概就這個要協調很 要協議很久的話呢 可能就時銷上會有點來不及 所以單純一點 我願意多花一點錢你就賣掉了吧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不可辨識 因為它沒有很具體的理由 這個有理由 但是沒有辦法很具體化 好 所以我們就叫做不可辨識 好 所以回過頭來談 當一家公司運業花了比較多的錢 去買這個另外一家公司的這個淨資產的時候呢 原因就是因為它可以儘快去做到某些它規劃想做的事情 那這個我們在會計上面給的客戶叫做商慾 那但是因此我們從剛剛的解釋 商慾產生就可以知道商慾其實是一個什麼 沒有辦法很具體去形容它的一個資產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很具體去形容的資產 是剛剛我講談定定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要想趕快利用世界先進去做它的一些規劃 那有些公司併掉另外一個公司的目的可能是什麼 我把它吃掉了 它就不會有人 我這個市場就獨大了 所以我在市場上就可以需要比較大的一個什麼控制力 這個點就不能講出來啊 就會變什麼什麼壟斷的問題啦 好 所以這種就是我說每一家公司願意做這件事情 它其實背後的原因各自不相同 那我們會計上面通常把它叫做商慾 所以商慾是一個什麼 不可辨識的資產 好 所以回過頭來談 A B公司裡面它的資產裡面 如果有不可辨識的資產 當它在計算它在合併的時候呢 這個不可辨識資產 不用去管它的市場價值 它就是零 它只針對它可辨識的資產 來評估它的公平價值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如果B公司在合併之前 它的資產裡面 無形資產就有一個商慾 當A公司在併這個B公司的時候 B公司的這個商慾的價值就是零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不可辨識的資產 不可辨識的資產 在合併的時候就不列入 不列入計算它的公平價值裡面 好 所以為什麼叫做可辨識 意思是說如果B公司的資產裡面 具有不可辨識的資產的話 那就不列入評估它的價值的 在科目的每個金額裡面 好 這個資料要特別強調一下 當企業合併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411頁 如果企業合併中間重要點 企業合併的時候取得 那收購公司因此收購併的公平價值 任列這個無形資產的成本 那以公平價值來任列這個資產的無形成本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這個你可以去理解一下 這是為什麼企業合併所取得的無形資產 好 這個通常就是跟善畏 如果它是不可辨識的話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再講交換 交換就是跟後面的就交換取得 大家看一下好了 施例一 好 我們這上面的施例 那個411頁的施例一看一下 就是交換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交換 其實跟我們之前講的也很大的不同 它說呢 假公司以交併的土 物體加薪因40萬交換 以公司擁有的發力權 那假公司的土地的原始取得成本是100萬 他利權在以公司的照片價值是80萬 好 所以我告訴你說 假公司土地取得的100萬 那是假公司以的事情 好 他當中買到多少錢 有可能現在的價值更高 有可能價值更低 都說不定 那以公司呢 專利權在他照片金額80萬 那是他家的事情 因為假跟以公司在做交易的時候 一定是什麼 看他的市場價值 好 他不會管各自的賬商的金額是多少 好 所以他後面就講 假設條件好 然後有情形 第一個 土地的交換日呢 他的公民價值是160萬 好 那專利權呢 沒有辦法去評估他的那個價值 好 那你就會知道 市場上面在我的交換那一天 沒有辦法知道專利權的價值 所以我就用可以知道的價值來評估專利權的價值 所以160萬的土地的公民價值 加上所附的簽名40萬 所以全部是200萬的承認專利權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很簡單嘛 資產交換就這樣啊 好 他用多少錢去買 用多少錢去入帳 好 這是第一種情形 你怎麼去承認你的專利權 好 那假公司呢 因為他的100萬的土地 原來取的成本是100萬 好 然後土地呢 現在在公民價值160萬 就承認60萬的土地的處分利益 好 這是第一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情況一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情況二呢 交換去土地的公民 土地跟專利權的公民價值 沒有辦法可靠衡量 那怎麼辦呢 好 如果土地跟專利權 都沒有辦法可靠衡量的時候呢 那各自只好用什麼 各自只好用各自的換出去的資產來承認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就假公司來講 我土地原始成本是100萬 我又付了40萬的現金 所以我最後140萬承認他的專利權 好 看一下 專利權 情況二 如果土地跟專利權都沒有辦法可靠衡量 那假公司呢 就用什麼 用他的土地加付的現金40萬來承認專利權 好 那以公司呢 如果去以公司呢 我們針對情況二 以公司 好 他這邊只有講 問假公司 好 他只有講假公司 那如果以公司呢 怎麼辦 以公司在情況二 怎麼辦 你 以公司 怎麼辦 開始認 你公司 怎麼辦 開始認 你公司 怎麼辦 開始認 如果以公司 怎麼寫他的分動 我剛講話也講得很快 好 如果是以公司在情況二 怎麼寫他的分動 我剛講話也講得很快 所以情況二 那怎麼寫 如果以公司在情況二 他的分動在裡面寫 課本上只想講 一個的話 你要自己主義本身啊 如果以公司 好 連配成 如果是以公司 他要借什麼 這個 請講我來寫 這個 請教學們 因為我剛說得很清楚 如果都不知道公民價值 就以你 換出去的資產 當作幻怒之彩的怒戴生命 所以呢 劉超名 還是大家都沒有記錄狀況 就我一個人講才那麼開心 劉超名 如果是情況二 一公司 還有一公司 他的專利權賬上八十萬 冠得賈公司的土地 跟取得他另外付的現金四十萬 借土地 借 借什麼 借土地 啊 借土地 借土地 借了 你看真的大家都沒有 大家都已經想說 今天是 大家來說 哎呀新年快樂 上課這樣嗎 所以大家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要來上課的嗎 不會吧 我們今後一 這學期的第一次上課 發西勒伯斯 就跟大家講 我們期末考試 提前一個禮拜上課 考試 然後最後一個禮拜會上課 無形之彩 那無形之彩 當然 也許你下學期就不在這裡 或是也許你下學期就不在這裡 不用參加到那個所謂的水堂策略 可是我們現在在講這些東西 好 好 雖然說你不用考試 可是 這是你的知識啊 可見大家都 很有進入狀況 好 同家衛你要講嗎 呃 徐家衛你要講嗎 然後是借現金四十萬 然後呢 然後呢 借現金四十萬 然後呢 還有沒有 我剛剛沒聽清楚 土地也四十萬 土地也四十萬 然後貴啊 不是怎麼看清楚嗎 好 你不要去管 假公司不是取的這個土地是一百萬嗎 我說假公司取的這個土地一百萬 是假公司的事情 而且是他取得當時候的事情啊 跟現在他們的交換 不知道時間經過了多久啊 所以我說這個土地可能什麼 有可能升值 有可能貶值啦 有可能降低啦 所以 當我沒有辦法知道 我換進來 或換出去資產的供應價值的時候 我就以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當作換入資產的入葬金額 但是心地四十萬是沒有問題的啊 四十萬就是四十萬啊 好 所以你就承認土地四十萬就好了 這樣理解嗎 雖然課本沒有寫出來 可是你要自己知道 好 你要自己去知道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去舉一百三的 好 好 所以呢 我想說這麼簡單一個問題 大家會搞不清楚 一定是大家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家都以為今天 哎呀 互相恭喜 新年快樂 希望你紅包滿滿 好 就再見 沒想到說要上課嗎 好 好 不過 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 還是要把它講完 講到我預定要講的範圍 那至少 好 讓大家能夠數 這個寒夏複習的時候呢 才不會覺得 一邊讀一邊罵 老實說 這都沒有講 就叫 就叫我們自己讀 還要考試 好 這個 我的耳朵就會長短了 好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講清楚 好 再來看一下 內部 我剛剛講到的是 這個單讀取得 好 那如果是 好 那我們現在根據它的流程好了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 就我剛剛講到R&D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 R&D 就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 基本上可能我們的規定 美國的FSB呢 已經很久沒有講 FASB這個 美國的財務科技準則委員會 我們現在就講IFRS 國際科技準則委員會 那之前就講FASB就是美國的 那當時候呢 美國的規定是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 都不承認的 那現在慢慢的呢 在國際面對準則的引進之後 慢慢我們就把它慢慢有些調整 那事實上有些時空的改變 好 那我們也是做一些的因應 或者是配合時事的一個發展 好 所以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 現在就可以在有條件之下來承認喔 好 待會兒要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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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要把它區分了喔 他說呢 因為早期是不可以承認 什麼 我們現在慢慢的呢 我們就認為應該要 某個情況之下要來承認喔 所以我看一下呢 412頁 如果無形資產是由內部 企業自行發展呢 它的成本認定將較為複雜 對於也就是說呢 對於個別 無形資產來確認它的發生的金額是多少了 所以自行發展的所有相關支出都應該列為費用 不應該把它資本化 好 但是呢 可辨識的無形資產在研究階段的支出 當然是把它當作費用 但是已經到達發展階段的時候呢 金幅和條件可以任列為無形資產 好 那我們就要知道了 什麼情況叫做研究階段 什麼階段叫做發展階段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研究階段接下來就要去談 研究跟發展怎麼樣去區分 如果沒有辦法區分 會計穩健原則或者是審慎性 沒有辦法區分的話 對不起 全部都是費用 如果你可以區分 才可以有所謂的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好 所以看一下 他說研究呢 是指有計畫的 好 企業有計畫的探索或嚴格的調查 而能夠發現 促進新產品或新技術產生的發展 好 那這個或者是產生的這個知識 好 那這種叫做研究階段 我還在什麼 探索 好 嚴格的調查 目的是後面 我還在這邊摸索當中 好 這個叫做研究階段 好 那發展階段其實是到達 我確定可以了 他說呢 發展階段呢 是指我已經有可能將研究的結果 轉化為新產品 新技術 新服務 或對新有的產品或技術 或服務有重大改進的具體 也就是說我有一個很明確了 那簡單一點講就是說 研究階段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有沒有商業價值 到了發展階段是 我認為我確定它已經有商業價值了 所以我們才叫做發展階段 好 所以呢 在研究階段呢 是屬於什麼 新知的開發追尋 發展是對發現的 能夠加以應用 然後呢 結合 好 或者是這個 或者是將這個 知識啊 或者是技術結合 能夠產生新的 有用的產品 或技術 或新的服務 對企業能夠產生什麼 效益的 經濟效益的 這個叫做發展階段 好 所以表9點1 就開始 大概去分類一下 一般來講 什麼是研究階段 什麼是發展階段 好 那我們來看 所以呢 發展階段就是 從到了發展階段之後 所有發生的成本支出 我們叫做 我們就給了一個會計科目 欸你想 研究是費用 好 那就研究費用 可是研發費用也沒關係 那 那 重點來了 那我已經到達 技術可行性 或者是到達發展階段 可以成任的無形資產 那你要想 它用什麼科目 它用什麼科目 好 它叫做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它就給一個會計科目叫做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用的會計科目叫做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還沒有這個科目只是一個過度 因為你等到發展具體了 你要把它轉 再做什麼 重分類 科目要轉換 如果我發展出 好 已經呢 從我到達 開始 可以有具體的設計了 一直到達 它可以什麼 欸如果 我可以是什麼 去申請專利 這個時候我就把它轉 科目要把它轉為專利權 好 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記得 它是一個過度期間所用的會計科目 過度期間 你是說這個科目不是永遠都是這個科目 等到它到達比較明確的時候 它的科目就要轉了 就要重新調整 就是重分類 好 意思就是重分類 好 那後面再看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呢 好 這個 這個我中間要談的兩個 好 就是 應該是說 三個 包括上帝的 就稍微提過 我們剛剛講說 我有五種型態嘛 其實其中一個 我中間要談的是 其實是 企業合併所產生的無形資產 第二個就是 就是所謂的內部自行發展的 好 那其實其他 還有一個是交換嘛 交換其實比較簡單嘛 另外一個是企業的 該獨取得的 好 該獨取得也比較簡單 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你花了多少錢 好 對 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 有這幾種取得的方式 所以第一個階段 講那麼久我們在台灣 第一個 無形資產的快遞處理的 第一個階段 就是 你取得的成本 或科目怎麼認定 第二個階段是 在取得這 在持有這無形資產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比較不像什麼 除動產產能機設備有所謂的 維修 維護 沒有這個問題 它最常發生的是什麼 動不動高科技工是不是 對 發生是一種 戶口 你侵權 我告你侵權 你告我侵權 所以大家說 蘋果 三星啊 什麼華碩 最近不是華碩 這是威盛嗎 有得到嗎 威盛控告華碩 等等 所以告得到 居有無形資產當中 最可能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想你講 這是我們是一個想念的個性 好 所以呢 持有無形資產當中 尤其是專利權 其他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專利權呢 就有這個無形資產的當中 可能發生什麼事情的訴訟 所以當你發現訴訟的時候 該怎麼辦 好 那不管你是勝訴還是敗訴 訴訟最後的結果 不管你是勝訴還是敗訴 只要你發現訴訟都是費用 發生訴訟的時候都是費用 不管你是勝訴還是敗訴 好 那如果你是勝訴 那是對方要賠你的問題 對你的專利權沒有什麼 太太 沒有什麼 呃 不能說沒有什麼加分 說不會讓你的專利權的價值提升 好 所以當你勝訴 你的訴訟費用還是費用 那對方如果要賠你 那你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其他收入了 好 就是你的其他收入 那如果敗訴呢 那你先想看 如果敗訴 勝訴當然沒有問題 專利權還是 還是我的嘛 我還是可以繼續用了這個專利權 這個專利權之下 別人不能生產跟我相同的東西 所以我擁有一個比較好的銷售的一個什麼 利基 這個就是專利權嘛 那如果敗訴呢 如果敗訴呢 你可以很常理的去想 不要用會計 你可以想說 用會計的計程去想 會計不外乎人性 科技不外乎人性 會計也不外乎人性 會計也不外乎人性 如果是敗訴呢 第一個你要去想 你要陪人家 這是沒有問題的啊 看大家你敗訴了 你要陪人家多少 你就是你的什麼 損失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對於這個專利權 我的重點在講 如果敗訴了 對於這個專利權 怎麼辦 你裡面去想 這個資產還有價值嗎 如果你敗訴了 就沒有了嘛 所以這個資產就不復存在了 所以你就必須把專利權 你帳上的專利權的金額 全部充掉 就是你的什麼 訴訟省 這樣聽懂嗎 或者是認定你的貪消費用也可以 總之這個資產就不復存在了 好 所以如果敗訴的話 不但你要賠償 你這個原來帳上的專利權 要完全封銷 就這裡面有這個資產了 這樣合理吧 好 這樣可以覺得 可以想像嗎 好 因為我說這應該是想必當然的吧 這個東西不是你的啊 所以你就要還人家了嘛 還人家的話 表示你中了這個東西啦 所以你的資產就要規定 好 這是訴訟 對啊 雖然無情資產 你持有當中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就大部分就專利權的時候 比較可能發生訴訟的問題 其他就比較沒有 好 其他的無情資產比較不會有 持有當中發生的事情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維修啊 等等的問題存在 那我們接下來談第三個階段 好 第三個階段呢就是指 當我的無情資產 期末要做的事情 無情資產 那期末要做的事情 跟不動產廠房 其實設備是一樣的 其實你可以聽聽看就好了 好 其實你可以先聽 我也不知道他的寫了 因為一定也是在後面在哪裡啦 所以我 所以後面我就不跟著課本上面 進度去想 要不然我們就大概十點半下 所以第三個階段要講 期末要做的事情 期末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有兩個 跟不動產廠房機設備一樣喔 期末要做什麼事情 不動產廠房機設備 期末要做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不動產廠房機設備 期末要做什麼事情 除了停駕 任業減損出來 不動產廠房機設備 不動產廠房機設備 所以無形資產也是一樣的 它情況說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成本分攤 只是無形資產 它的成本分攤是叫做攤銷費用 好 它是借攤銷費用 它的客戶也很負幣 借攤銷費用 但 好 或者是直接帶進無形資產 以前我們的會計處理 是直接帶進無形資產 你是專利權 你是代計管理權 你如果不是專利權的話 如果你不是代計 無形資產就是代計 現在國際會計準則 你允許產生另外一個科目 叫做累計判銷 好 所以期末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成本分攤 因為無形資產也不是什麼 永遠的 比如說專利權 法律也是什麼 有一個目的 根據不同的東西 有一定的保障年限 所以無形資產它有兩個年限 選它比較短的 一個是法律年限 因為自然是權 權力 一定是法律不比它的 所以它有一個法律年限 另外的就是經濟年限 經濟年限就是這個專利權 你覺得它可以造成經濟消費有多久 這個就是經濟年限 所以選這兩個年限比較短的 當作我的成本分攤的時間 所以無形資產的成本分攤很簡單 就是直線法 它只有直線法 它只有直線法 就是我們不動能長期設備的所謂的直線法 用年限來做分攤 那只是一般呢 專利權它沒有產值 年限到的時候呢 它的產值是0 所以等於是成本 你取得的成本去除你的年限 就是你的貪銷費用 你的客戶是借貪銷費用 代累計貪銷或代計 你是什麼無形資產 好 現在目前來講 你的快捷選擇 代方式這兩個客戶都可以用 好 但是這個地方要談到一個問題喔 所以你成本分攤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你要知道年限 那萬一我不知道年限呢 我不知道年限的時候怎麼辦 我不知道年限怎麼去做成本分攤呢 不知道就不要做嘛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講說你的年限呢 除了可以分所謂的經濟年限法律年限之外 但是如果我是沒有辦法確定我可以用多久的 這個年限有多長的 無法確定 好 無法確定它的年限的 就不用體裂貪銷 不用做成本分攤 因為你不知道它可以用多久 你不知道它可以的 它產生的經濟效應有多長 所以不用做成本分攤 所以我 我幫你打算 解決 解決